近日,《长空之王》的贴片预告放出,片段中,王一博在两个镜头下真实演绎了人在两种高热和过冷环境下的状态。 蓝红转换中,身体忍受极大的压力,王一博怒目而逝,眼神坚定,展现出我国新一代是飞原坚毅的品格。 《长空之王》是一部由中型环球、空正宣传中心、航空工业文化中心合作的红色影片,讲述了雷宇等优秀飞行员,经过严苛选拔,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是飞原。 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,他们将在队长张婷的带领下,参与到最新式、最尖端战斗机的是飞工作,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,实现共同目标。 此前,因为影片在空军基地拍摄,全网均没有录透照,制作方也并未官宣演员的身份,即便是央视进行报道,对王一博参演经历进行认证。 仍然有网友坚定地认为,王一博没有出演《长空之王》,如今《长空之王》的贴片预告放出,王一博主演地位已经板上钉钉了,网传的各种谣言也当不攻四破。 到目前为止,王一博累计在播作品已经达到四部,除《长空之王》外,好包括前几日发布预告的街舞题材电影《热烈》,该片由黄博与王一博主演,以及则期上映的《红色谍战片》《无名》,该片则由梁朝伟、周迅、王一博共同主演。 另有一部作品则静待官宣,王一博,作为流量明星,其演技一直饱受争议,被指为面瘫,等等,但正如粉丝所言,王一博绝对是努力、勤奋,而又真挚的。 我相信,在王一博有各种演技大佬的交流和学习当中,演技肯定会不断得到提升,为观众奉上更加精彩的影视作品。